BMW男酒駕載兩女躲緊 撞飛前車輛試車一時兩三 今天凌晨1點左右 台中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有名城系男子酒後駕車 開著BMW載兩名女子出遊 城南為了躲避警方攔查 高速行駛後來失控 撞上前方行駛中的白色轎車 接著又再飛撞兩輛轎車 無辜被撞的白車駕駛收困車內 搶救後送醫人懸高不至 就同向啊 然後他應該是在我後面 然後他應該是時速很快 然後往右轉 應該是超我們 然後之後右手邊是這一台台車的車 然後轉到後面直接撞下去 他車彈到那個轉角去 你看他時速多快 地點位在大雅區中心學府入口 城南造事後車內兩女的清商送醫 案發現場滿地碎玻璃和塑膠殘骸 白車和另兩輛被迫緊的車影 嚴重毀損 警方調查時還封鎖了近兩百公尺道路 撞那個那個 撞到很頭電 被撞到那裡了 出來看連電車都飛走了 白色自小客車 承載兩名女性乘客 沿本峽中青路三段 往殺路區方向行駛 二車的張姓男子 因遭撞擊失控 在撞椅停以路邊的兩輛自小客車 警察曾姓男子有酒精反應 並有超標情勢 陳南寧酒駕躲警禁還撞死人 經證訊後被遺公共危險罪移送 這起事故一共造成四車一時 兩人輕傷 蘋果新聞網台中報導 警察還是警察 警察後被犯罪coin 領小女子 警察 Kosten